在香格里拉,我们找到了一个藏在雪山和森林之间的小钟秘境 这里就是无底湖,不需要门票,可是隔绝到没有信号 像是传说中仪式苦苦寻觅的树外桃源 距离香格里拉有100公里,只能包车或者自驾前往 因为海拔高,温差大,天气也变化多端 一路上基本都是盘山公路,路况很不稳定,特别是雨季 这里也是徒步旅行和露营的绝佳去处 如果你也喜欢露营,喜欢自驾游 那我一定会给你推荐这款正号瑞尔户外电源 它小巧轻便,差不多一只猫的重量 能给我们的不同设备同时充电 完美解决了我们在户外的用电烦恼 你以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湖 但其实它在不同光线下呈现不同的色彩 当无人机飞上高空,你会发现这片湖泊是爱你的形状 清澈的湖水把周围的景色一一倒映 随手一拍,东视大片 最美的风景总在人间喊之的地方 只剩美景中,抛掉所有烦恼和浮躁 在这里,你能感受到无底湖,不一样的美